很多浪漫优雅的长裙超多款式总有一款是你的菜 细节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原力和世人梁太平被曝3月25日领证结婚以来 原力频繁在微博秀恩爱 这对于原力来说应该是破了千里 前面两段婚姻原力好像都没有在微博秀夫妇的恩爱合影 原力选择嫁给小11岁的梁太平应该是找到真爱 两人信仰一样 精神的富裕胜过物质 梁太平居住在长沙 而原力应该是居住在上海 这明显就是异地恋情 而且还是姐弟恋 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 45岁的原力看起来不再年轻漂亮 而且身材也有点发福 但是梁太平好像不是很在乎这些 从他热爱写诗歌可以分析 他们追求的更多是精神的契合 对于一切外在的条件 并不能阻碍他们追求幸福生活 45岁的原力像个恋爱中的小女人 投靠在梁太平的后背 说不出的甜蜜和温馨 他们在一起 就像原力说的那样 没有人可以将他们分离开 原力不仅秀恩爱 还晒出老公的诗歌 看来他很喜欢看老公的诗歌 有网友吐槽诗歌是小学生的水平 结果被其他网友对 有本诗就写一首 这年头写诗的人太少了 而且诗歌并不是流行读物 是被忽略的文化 但梁太平还能坚持 这说明两个人都比较怀旧 而且有着共同语言 追求与当下格格不入 原力晒出老公的情诗 这诗绝对是对原力爱的表白 寓意他们两人要冲破世俗 勇敢地牵手在一起 原力宠溺深情地看着老公 梁太平侃侃而谈 看来两人有不少的共同语言 原力看起来有点幸福匪 但这应该对于梁太平来说都不是事 他可能很享受原力的聆听和赞许 女性和男性不一样 大11岁的原力和梁太平在一起 更像是大姐姐和弟弟的感觉 梁太平手搭在原力的大腿上 而原力凑近依偎着老公 谁知道这是年龄差距 11岁的夫妇 看来两人和普通的夫妇 没有区别 别人纠结柴米油盐 可能他们更多交流的 是师哥和信仰 梁太平的经济状况 看起来不是很好 一个诗人 即使出版诗集 销量也不会很大 看家里的装修 也是非常的简单 两人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房间 结为夫妻 对于经历过大富大贵 大红大紫的原力来说 这样的选择 可能更接地气 更接近真我 不过也会有网友 担心两人的年龄差距太大 很难最终白头偕老 不过享受当下最重要 看原力满脸的幸福 别人的担心 似乎都是多余 网友纷纷在原力微博留言 认为他们很配 看来原力嫁给爱情 没有豪宅和锦衣华府 但两人互相温暖而甜蜜 很多人可能还是想不通 原力好歹是知名演员 这样的下架让人难以接受 不可理喻